大家好,我是妙阿乌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裂缝以外》 和上期一样,这是动画短片集《爱死亡和机器人》中的第七集 故事开始,男主和他的两个队友正驾驶着货源飞船排队进入一个传送点 准备进行星际穿越 传送过程会十分颠簸,不适合人类驾驶 所以他们需要把飞船资料和航行路线上传到调度站 由人工智能系统来接管飞船的操控 而他们只需要躺入各自的缓冲舱内 把身体进入休眠夜中,就能避免空间穿越给人带来的伤害 不知过了多久,男主醒来发现自己正漂浮在飞船内 周围还漂着一尊圣母像 而一旁的系统错误提示还不断地闪烁着 男主望了下窗外,他住在一个陌生的空间站 他的飞船正被一组维修队伍拖行着 不知道出了什么故事,男主随即换下了队友短发美 然后立马开始查询当前的所在位置 可这边还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外面却进来三个人 瞧的是,带队的女主竟然是他的旧情了 女主告诉他们,人工智能系统的运法启动模式发生了故障 导致他们的路线出错,航线偏离了好几光年 使他们来到了这无量四区的一号空间站 这解释短发美第一个不行 就算是路线错误,也不可能让他们走那么远啊 他想去查看航行日志,但还没走几步就晕了过去 这是常见的缓冲舱条压病,类似于晕船吧 于是,男女主只能在把他塞回缓冲舱内,让他好好睡一觉 女主安排手下的工程师检查为首男主的飞船 不过,这需要耗费几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既来之则安置,就当是在这里度假了 男主来到空间站的酒吧,这里视野宽阔风景极佳 外面一望无影的星辰大海中,漂浮着无数的碎石块 简直美极了 而女主也开始向男主倾诉忠诚 表示自己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这么直白的撩拨,男主哪里还把持得住啊 于是,就情不燃的两人如同干柴烈火 那是一点既然啊 可激情过后,女主却开始玩起了坦白剧啊 他告诉男主,这里根本不是王良四区 而是一个距离地球15万光年的空间站里 虽然对他们来说,时间只过了几个月 但地球上已经几百年过去了 所以就算男主回到地球,也早已误识人费 男主难以接受这个真相 这和死了有什么差别啊 他沮丧极了,不知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所以说啊,还是女主有经验 重要的事情必须日后再说啊 女主安慰他,至少现在自己正陪着他 男主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这种鸟不拉实的地方,为什么女主也会在这儿啊 不过这就要说到同时天涯沦落人的问题了 缘分来了,连坑都会掉进同一个里啊 女主提议唤醒男主的队友并告诉他们真相 可再次醒来的短发妹还稀里糊涂地 只记得自己刚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当她准备向男主说起梦境内容时 瞥见了一旁的女主 随即立马情绪激动地质问女主是谁 并且很笃定地告诉男主 这根本不是她的旧情人 可男主却完全听不进去啊 短发妹真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只能自己上了 她夺过女主手里的圣母相当凶器想干掉女主 可惜反手就被女主用麻醉剂给扎晕了 而女主只是受了点轻伤 晚上男主发现 女主脖子上的伤口竟然不见了 她开始相信短发妹的话 质问女主的真实身份 而女主也毫无言识地开始道歉 并告诉男主 她其实还在缓冲当中休眠 这整个空间站都是模拟出来的幻想 男主急切地想要回到现实世界 想要看看眼前的女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在男主的坚持下女主成全了她 当男主从现实中醒来 她已经是个胡子拉叉并且受骨灵循的人了 她站在飞船的废墟上 两队友已经死在了缓冲舱里成了干尸 周围看起来像个大型盘司洞 到处缠绕着不少报废的飞行器 而女主从黑暗中缓缓走了出来 她其实是个长得像蜘蛛精的外星怪物 样貌极为恐怖圣人吓得她金身尖叫 这时男主从缓冲舱里醒来 难道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她的一场恶梦 女主进来告诉男主她在亡凉四区的二号空间站 男主疑惑地问道 这离他们预设的航线有好几光年远了 那么男主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先给大家结合原著 天鹰座裂缝之外来捋一捋故事的背景 在银河系中存在无数英超新星爆炸形成的气泡 比如太阳系就在自己的本心气泡中飘荡了三百万年 而天鹰座裂缝就位于气泡的边缘地带 虽然它叫裂缝 但实则是由于光线原因 看起来像个裂缝才由此得名 另外高科技的传送点 是由已经消失的神级文明在银河系中建造的 类似于高速公路的入口 人类靠于这些遗迹才得意在自己的气泡中穿梭 但仅凭人类那点科技 根本无法闯出气泡 所以天鹰座裂缝是人类能到达的最远地方 裂缝之外等同于人类世界之外 但由于系统路线错误 男主的飞船意外成为第一个来到这裂缝之外的人类飞船 可不幸的是 这条高速公路的出口竟然是个只进不出无法逃脱的死胡同 而在很久以前 来自银河系其他气泡的女主 成为了第一个不幸闯入死胡同 并被困其中的外星种族 在这个荒凉的死胡同里 物资短缺令她十分绝望 但陆续有其他种族的船队相继闯进来 她开始有了补给 并同时给那些迷途者心灵上的慰藉 可当活着没有了希望时 死变成了最好的解脱 因此迷途者们最终都自杀了 这也是女主一开始用男主的记忆给她创造了一个幻象野蛮真相的原因 因为第一次接触人类 她不知道人类的心理承受能力如何 在和男主的接触中 她一步步试探 慢慢的想告诉她真相 可在男主看到现实世界后 还是难以承受 几近崩溃 所以故事最后 女主只得再次给男主编织幻象 把她困在假象中保护起来 这样至少男主是快乐而充满希望的活着 所以电影中两次出现圣母像 可能是在暗示女主是个大圣母啊 那么 快乐中还是真实的痛苦中呢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年吃狗粮的猫 喵